三名工人站在倾斜右下线的路面 其中两人固定木板 另一人拿电钻开始钻 准备进行外侧道路修复 出动透地雷达仪 查看自来水管线状态 也可以探测地下地址有无孔洞 我来查查看下线的 耻害情形有什么 电信业者同样也急忙来检查 就怕电话和网路讯号 因为这起坍塌意外受到影响 早上我们一早就跑来看 当然会担心我们地基的问题 我觉得好像越陷越深 担心就是说附近会不会 也是会受到倾斜 然后我们上下班也不方便 地层下线发生在台北市松山区 从制作点来看 这处豪宅大楼工地 除了找了混凝土车 也出动贵手 工人们纷纷把握时间修复 终于在日十四号下午回填完毕 不过断裂处清楚可见 呈现一高一低 道路目前还是封闭状态 市府单位力拼日十五号修复完毕 东侧超过15公分 那在西侧南侧北侧 也都没有地面塌陷 以及民房倾斜的状况 市府针对建商开罚十八万 只是台北市天坑不断 施工SOP有没有问题 恐怕还得再调查 只是最无辜的就是这四辆车 停好好的却无端坠入天坑 全进到维修厂 车主也准备要向建商求偿 三地新闻徐教委 林育均 SNG小组